1月17日,香港特区政府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香港表示, 香港金融科技生态发展蓬勃,超过600间金融科技初创公司在港营运。 2014-2018年间,在金融科技范畴筹集的资金超过11亿美元, 远超亚太区内临近的新加坡华大利亚。 当日,陈茂波在一个金融科技颁奖礼上致辞致指出, 作为国际金融中心,香港金融体系稳健,资本市场发展成熟。 近年创新科技发展突飞猛进,金融科技生态发展非常蓬勃。 到目前为止,已经有超过600多间金融科技的初创公司, 在数码港、科学园和其他的地方营运。 而在2014-2018年之间,我们筹谋到的资金在金融科技范畴, 是11亿美元,远远超过伦近的新加坡或者澳洲。 陈茂波强调,香港特区政府一直将金融科技作为创客政策的重点之一, 并从多方面促进其发展,包括推广、规管、人才、资金和其他支援措施。 他指出,特区政府近年推动一系列的金融科技基建及措施, 推出快速支付系统转输快,发放虚拟银行牌照及虚拟保险公司牌照。 特区政府也计划在中心商业区设立金融科技活动空间, 为业界及相关人士提供便利的交流平台以发现商机。 多位香港金融科技界的翘楚出席了当日的活动, 近业界特别是初创企业,把握越港大湾区发展机遇。